五月防汛期就快到了 溪流顺不顺畅很重要 不过在树林里的野稀都被杂草覆盖 地方就希望能够改善 来到树林里这里放眼望去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这可是一条野稀 但里头满是杂草 甚至还长出了蕨泪 简直就是来到了生态池一样 据医长表示这条野稀 起码也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清除过 所以草才会长得如此茂密 现在就快要接近防汛期 当地里长也担心这么多的杂草会影响水流 但光靠里基层经费 这么大片的杂草根本就不够使用 而现在公所除草作业也还没有发包 所以要除草还得再等等 很高啦 都很高啦 你看这山这么高 你看水量当然很大啊 对不对 全部都会溢起来啊 里长也表示这些杂草应该要定期整理 环境看起来才不会脏乱 避免在夏天的时候 资深蚊虫也能减少在防汛期到来 所带来的雨量将野稀稀到阻塞 影响水流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导